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07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安 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 黄庭禅创办人 也是钟领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张庆祥张讲师 张讲师您好 讲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进行张讲师的解惑时间 这位听众朋友 他想请教讲师一个问题 他是因为看过讲师您的一个视频 这里面讲师您有提到 感恩的人是最幸福的 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感恩之后如果没有那种幸福感 是不是就不是真正的感恩呢 那么如果是真正的感恩 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个气的感觉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物理反应呢 请教讲师 我想人哪就有这个七情的表现是很正常的 是 比如说快乐是种什么感觉 对 那快乐的时候呢 它毕竟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你绝对不会说快乐是一种很难过的感觉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者说快乐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感觉 不会的 必定是一种很轻松愉悦的感觉 那在身体里面就不是那种压力感 对不对 也不是那种忐忑不安感 对不对 不是 它是有那种松坦的 轻松的愉悦的 那感恩的时候有没有感恩的感觉 有 那当然会有啊 快乐有感觉 哀伤也有感觉 愤怒也有感觉 那感恩怎么没有感觉 当然有感觉 那我们对人感恩的时候 内心起码是一种温暖的 温暖 最起码的感觉 讲师我们会讲说快乐的感觉 感恩的感觉 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名词出现 是不是它气的变化是真的不太一样 内在的感受不一样吗 我们的这些名词是对应着内在的一些感受 是 名词是假的 内在的感受才是真的 是 比如说愤怒 愤怒不是个名词而已啊 不是虚幻的东西啊 真实的感受啊 曾经愤怒的人就知道 那是什么感觉 你说我感觉压力感好大 压力跟愤怒是不一样的啊 对 对不对 还是一团紧紧的 好像压在你的胸口啊 就会说 哎我的压力很大 是 对 让你全身紧绷的时候 就说我好紧张啊 对不对 你脸都热了 你就说我好害羞啊 那你当你说感恩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必定是温暖的 而且是柔软的 是柔软的 对 那人呢 有一个特色啦 这个特色就是呢 当你全身都紧绷的时候啊 多数你所感受到的都是负向的情绪 好 当你宽和柔软温暖的时候呢 多数感受到的呢 都是比较正向的情绪 你说身体紧绷的时候 是啊你紧张的时候不都紧绷吗 你压力感到的时候也紧绷啊 对 你害怕恐惧也是紧绷啊 对 不是这样嘛 对 甚至你连愤怒都是紧绷的啊 不是这样嘛 所以紧绷的时候是负面情绪 多数 多数啦 倒不一定 比如说我去做云霄飞车也很紧绷啊 但是却很享受啊 对对对 这个是另外的情况啦 是 对 那宽和的 温暖的 或者是频率比较高的 多半都是比较愉悦幸福啦 比较正向的情绪 比较正向的 那感恩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温暖而且柔软 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呢 就是舒服的 就有幸福的感觉 对 所以我如果说我对一个人感恩 但是我却没有丝毫感觉 那我觉得你这个感恩只是逻辑上 你只是告诉自己说我应该感恩 实际上你的内心里呢 是完全没有这种情感 对不对 没感受 对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 你才会发现你的感恩 比如说我今天 碰到了一个相当的困难 然后呢 求助无人 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 哎呀 那时候你真是感动的不得了 感激的不得了 那个时候你才找回一点感恩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感恩的这种感觉呀 好像很久没有感觉呀 原因就是因为 什么人家都帮你准备好好的 你早就觉得呢 这个都是理所当然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从好到到父母准备好好的 你不需要一点感恩哦 他还要强硬推到你的面前来哦 对不对 水也推过来 面包也推过来啊 好吃的好玩的通通推过来啊 对 是 呃 这种情况下 渐渐渐渐渐我们都不知道感恩 那你看那种 不代的人比较稍微贫穷一点 哎 人家 穷是应该的 但是人家多给你一点什么 我们就很感恩 对不对 好 什么是自己解决是应该的 但是别人都帮助我们一把 哎 我们就会开始生起感恩 那个是有难有内而胜的 对 所以你说我感恩的时候里面都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要从日常生活里面 呃 慢慢去培养去绝照 去观察 好 这个对人的感恩的心是可以培养的 好 我曾经看过我一个长辈 他就连喝一口水哦 他拿着杯子喝水 他竟然先敬上天了 向老天敬一下 然后自己再喝 嗯 他有觉察 然后有那个感恩 在那个当下他就 他是发生内心感恩 我觉得 老天如果你不知道这杯水 我真是要渴死了 是 他连晒衣服 要收衣服的时候啊 他两只手举着向天举一下 感恩一下 老天还开始收衣服啊 我就很好奇啊 这是干嘛 为什么要这样感恩呢 这是收衣服嘛 他说你想想看啊 今天如果没有出太阳 我们如果用电来烤这些衣服 要多少电费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种人多幸福啊 他内心充满感恩 他随时充满柔软宽和 很幸福 他即使在困顿的情况下 他都感恩 哎呀感恩老天 给我这个机会历练啊 感恩老天给我这个机会啊 这个缓缓债啊 笑一些我的冤孽啊 对不对 是 对啊 那感谢老天让我有成长的机会啊 你看他是不是 这个一天到晚 时时刻刻里面啊 充满感恩 讲事情说这个是可以练习的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理所当然 都很难有那种感恩的心 会由然而生 都觉得啊 反正就是自然而然 我就能够拥有 如何可以在我们在那么富足 然后什么都理所当然 这样的日子中 也能够时时去怀着那种感恩的心 这个 对我们的死一住行有帮助的人 我们都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嘛 嗯 对不对啊 甚至要包含说陪着你的人 你看你的生命你不孤单 那是因为 你算算看嘛 有几个朋友陪着你嘛 各位你真的屈指一算 真的没几个 对 你的人生真正陪你的 大部分时间的真的没几个 你不要说我交友四海 我告诉你 交友四海 他能够多少时间陪你 你多少时间陪他 都是像蜻蜓点水一样 你自己心知肚明 对 可是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 留下烙印的 就是有很长时间跟你交友交心的 甚至就是说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坐下来聊天的 这样的朋友有几个 根本没几个啦 要很感恩 那他是陪着你 过这个精彩的人生 对不对 给你丰富的人生感受 你怎么能够不感恩呢 对不对 对 我们这个月我们认真工作 我们领了一份薪水 我们领到薪水的时候 我们怎么不感谢我们的公司呢 嗯 你说蛤 什么感谢公司 他压榨我的血汗钱 你如果这么想 你为什么不滚开这个公司呢 不是吗 嗯 你又怕被人利用 那你就离开嘛 对不对 我就说那你这个家伙算是有种 你又不离开 你又说人家利用你 你领薪水也不知道感恩 你也不知道同事呢 大家一起支撑起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照顾多少家庭 你完全没有感恩的心 那这个心喔 冷冰冰的 心冷冰冰的 第一个受伤的是谁啊 刺激 刺激 对啊 心温暖的时候第一个受益的是谁啊 刺激 你说啊 冷冰冰跟温暖哪里受益哪里受害啊 我告诉你冷冰冰的时候全身的毫毛孔孝 重要的关窍气场全闭射掉了 当你温暖松坦下来的时候 那些气场里面的磁场里面的气啊 就活起来了 一个呢就让免疫系统降低 一个让免疫系统提高 你说受益受害的是谁啊 自己啦 就是自己啊 对 所以既然是不得已为了三斗米而折腰 要去上班 既然是如此 那何必怀着敌对的心 那何不怀着感恩的心呢 嗯 不是这样吗 是 你要感恩你的老板 公司没倒 所以你还能够维系你的家庭 诶 这你的老板胡作回伪 还真是公司倒了 你还真是很麻烦 是 不是这样吗 是 那感谢我们的同事互相的支持 你看这个企业这么茁壮 嗯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三餐才能够得到温饱 不是这样吗 对 讲师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学生那么多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 常常会感恩的学生 跟就是那种很酷很冷冰冰的 在您看来 您观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多数会感恩的人 他第一个他特征就比较愉悦 自己就比较愉悦 冷冰冰的人 还是充满敌对 哦 这怀疑敌对的人 再仔细给他看 多半精气神很差 真的是这个特质 对人常怀着敌对的人 多数精气神都很差 稍微一工作一下 根本就不堪操练 一下就喘呼呼 嗯 然后等一下就非常浮躁 是 那个常常心怀感恩的人 多数很耐操 真的啊 精气神很好 嗯 还是去爬个山 诶 从头爬到尾 神清气爽 多数冷冰冰的人 你一开始给他爬山 一开始给他今天一整天的操练 就怨言就一直跑出来了 是 确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嗯 是 那我们知道了 其实要 对自己身体好 当然先不用讲说 对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让自己能够保持着 有种幸福的感觉 快乐的感觉 其实从感恩来做起 练习其实最快的 对就是对这个你身旁的人事物感恩啊 因为他们都是 你这个人生的调色盘嘛 对 的颜料嘛 你的人生为什么精彩 就是因为这些颜料调出来的 而颜料调出来 同样是颜料 为什么有的人画出 莫娜丽莎的微笑 为什么有的人画了一团操 同样都是有颜料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选择是谁在选的呢 都是自己在选的 嗯 自己在选 命运很坎坷 他还是过得很感恩 还是这个 满怀着希望 还是过着很幸福啊 如果命运很坎坷 然后他还是很感恩 这样久了以后 他的命运会不会慢慢的不坎坷 有没有可能 会不会不坎坷不是重点 而是他幸福才是重点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说 这样子是坎坷吧也许 对 这个数年前啊 我曾经去西藏啊 嗯 那西国西藏的人都知道了 哇 放眼望去都是漫漫的荒漠啊 根本没有长几棵树啊 对 尤其是这个 日克泽啊 再往内 哇 那就更荒凉了 如果到这个布达拉宫 再往日克泽走的话 沿路开车 这个我们坐车 一整天都是这样 一望无际的荒漠 然后偶尔我们会看到 一个木鸣 一群人 然后呢 洗地而坐 然后你就看他全家的家当 就是他憋的那些东西啊 嗯 然后晚上就搭个帐篷 然后坐在那个 都是土嘛 坐在土上啊 衣服一拍都是灰 衣服一膽都是会冒烟的啊 然后 看到他们非常逍遥的 过着他们的生活啊 我们从旁边过 我们在想说 哇 那这样的生活很苦啊 但是你仔细看他们的表情啊 眼神啊 充满的祥和啊 反而他看着我们这些人啊 充满着 急急迎求啊 哈哈 赶路啊 哈哈哈 对不对 是 到底是谁是幸福啊 哎呀 忽然一下子 分不太出来 是 所以物资不是重点 按照道理想说 现在也许改善很大啦 那时候 就也没有几条路啊 嗯 从这一山走到那一山 不断的这样游牧啊 要我们的感觉多苦啊 在他们感觉这很平常啊 对 对 好久都不用洗一次澡 为什么 因为那边很干燥 嗯 要我们觉得这么多土 应该要天天洗澡 哈哈 不用啊 很久才洗一次澡啊 简单的食物他就很满足了 是 对不对 然后你看他们西藏应该是密宗嘛 然后都会沿着路一直拜一直拜 哇 实在是这个精神太可悲了 看起来很苦 一整天哦 因为他们都要到布达拉宫去朝拜啊 对 不论多远一辈子要去拜几次耶 可能要几个月一直拜耶 整天路上一直走耶 多苦啊 走没几步就要拜 可是你一停下来 你一看他们 甚至跟他们交谈一下 哎呀 他们那种眼神那种慈祥和谐 那个可能是我们的印象中好久好久没看过的 是 对不对 是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工作是每天要这样拜 你 你就祸着泪水 你信不信 相信 如果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一份工作就是这样一直走走两个月 还要一直拜 一直起来 一直拜一直起来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写好几本书说 他的命运多坎坷啊 对 所以这个心理 你愿意接受你就幸福 你不愿意接受你就坎坷 对 幸福的感觉 完全在心里的感觉而已啦 对 事实上什么都假的 感觉是真的 事实上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感觉才是真的 只有感觉才是真的 嗯 我如果有幸福的感觉 我在那边三步 一拜九步一扣 这样一两个月 我只要有那个幸福的感觉 他非常幸福 其实是幸福的 对 只要你内心一冰冷 即使给你当这个富婆啦 对 嫁入豪门啊 跟做煎熬是没什么两样 嗯 不是这样吗 整天在那边煎熬啊 是 你整天在想 是 我老公这么忽悠 他到底会不会外遇啊 哪里有可能不外遇啊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很愁啊 很愁啊 对啊 越想越不快乐 越想越愁啊 对 做困愁成啊 你怎么会快乐啊 嗯 如果你会感恩呢 哎呀 感恩老天让我的先生事业 做这么大 嗯 对不对 是 好 这感恩呢 有那么多人辅助他 对不对 是 感恩我呢 一时都无缺 你要会感恩 人生总有一些 不美满 不美满 感恩老天爷给我机会呢 历练历 对不对 是 你看这样是不是日子很好过 是 就是 不过讲的是我现在有一个小小问题想请教 就是 我们也常常讲说 好跟不好都一念之间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贵妇好了 嗯 老公那么会赚钱 我会担心她 会不会有外遇啊 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稍微 想啊 我要用感恩的心 可是我好像会先用逻辑或者是脑袋来 告诉自己要感恩 我还是感受不到说 那个感恩的心是 从心里面油然的感恩是说 我的先生那么会赚钱 这个差别又在哪里啊 这个一步不要跨太大 我们从你身边的 从你 随手可得的这些素材里面 是 去学习感恩 是 今天有一个朋友来访陪了 你聊了一个下午 两个人约在开会天见面 今天是一个愉快的下午 感恩 感恩你今天的陪伴 对不对 嗯 对啊 如果人家你甚至人家送上 一束鲜花一个蛋糕 真的很感谢你们 你们这么惦记着我 有你们这些朋友真好 就是从这些温暖的话开始 是 从这么小的简单的场景开始 是 对不对 是 你今天的这个小孩 从学校回来 跟你分享了一个学校的趣事 对不对 对 哎呀我们这些感谢你跟我分享你的 学校的事情 是 对不对 是 那不就温暖起来了吗 是 是 对啊 如果你不会骑摩托车 有人教你 太感谢了 不是吗 对 从小事情真正有让你觉得 对 你不要一步跨太大步 好说 蛤什么 那个小三夺了我的帐屋 我还要感恩 还要感恩 你这一步跨的有点大 好 就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对 碰到任何境遇都会感恩 我再讲一个小例子吧 好 是真实的例子 麻烦讲是 就是有这么一个朋友 她是个女强人 在台湾也有企业 在大陆也投资也赚了很多钱 实际上这个公司比较强悍的是这个太太 她先生也是个老好人 可是这个夫妻总要有这个夫妻的房中的事情 这个太太整天忙这么多事 她觉得这件事很厌烦 很浪费她的时间跟精神 她实在是毫无兴趣 可是问题是她先生有这个需求 这个太太想说这样不行 我这个公司折腾了半天 我已经够累了 晚上回家还要再陪先生折腾 真是太累了 她就想一个办法 还跟她先生打商量 这么办吧 我帮你找一个女的 哦 对对对 跟你在一起 以后这档事你别再找我了 公司实在是太忙了 您答不答应啊 这是真实的事 事实上还有这种事 是我们认识的 哎呀 对 然后呢她先生呢 别扭别扭 后来也就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了 啊这个女强人呢 就是帮她物色了一个 这个年纪很适合的 而且长得也不错 而且也坦白跟这个女的讲 是 然后呢也给她条件 就说您先试着交往交往 如果你觉得不错 那你就常常跟她在一起 你就代表我陪她 去逛百花公司要干嘛 是 这个 反正别折疼我就行了 是 那 这个女强人对 跟她先生在一起的这个人 对她也非常好 嗯 这是我又真实看过的事情 各位 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立场讲 如果她先生有一个这样的外遇 你看这个人 要跟她拼死拼活 哎 这个事情可累了 很累 可是想说我很想追问一下 当然是说大家讲好就好了啦 可是如果对于那个 刚刚女强人请来的 这一个伴 然后跟她的先生 之后她的先生就跟着这个伴 就真的产生了 她们的爱情好了 那对这个原配来说 其实您觉得这样子 其实讲好也就行了吗 我觉得这个女强人 其实心胸蛮豁达的 我觉得她是不会亏待她的啦 哦 人生嘛 走到一个年纪哦 嘿 你就觉得你在执着什么 也没多大意义啦 都已经连岁也一大把了 对不对 那还要这样折腾 开什么玩笑 我要顾好我的身体 我的事业可大了 哈哈哈 各位 这个完全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啦 嗯 对我会想很多面 也许有想说 那先生你怎么可以答应这样的事情呢 他也同意了 嗯 是啊 这是他们的协商嘛 不然的话对这个女企业家很折腾嘛 哈哈哈 对 这很特别的案例喔 史上的事无奇不有啦 我现在告诉各位就是说 即使是像这样的案例 嗯 她只要内心打得开 是 她都依然在幸福里 她觉得是解脱欸 欸 欸 竟然有这种事情欸 对 对 我要说说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其实只要你心打得开喔 其实她也充满感恩 刚刚我跟你讲这个案例 她后来对她她找来的那个女的代替她 她很感恩 而且她还送她东西 还送她房子欸 喔 对 是 刚刚讲真是说 如果是遇到我的先生 然后有了外遇的话 遇到了那样的逆境 我如果真的心打得开的话 嗯 那个感恩出得来的 对对 我还有一个小故事 哈哈哈哈 今天讲的是您的小故事都好精彩 哈哈哈哈 是很摔破人眼镜啦 但是你仔细想想 欸 这倒挺看得开的人生嘛 好 刚刚讲的是一个强人 一个富婆啦 是 另外也是差不多劣势的案例 但是她是穷人 种田的 好 种田的 这个种田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贤惠的一个女人 啊她先生呢 就是 呃 吊子郎当啊 倒也不是不赚钱 那就是为人比他四海啦 嗯 啊 这个 到处莲花热草啊 都会啦 那 常常一出去喝酒 爱就不见了 然后回来就一两天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所幸就是说 她还是会种田 她还会捕鱼啦 是 然后呢 也没有说不照顾家庭 对家庭还是有责任感 还是有点责任啦 是 但是也是蛮屌的浪当的 但不过就是 还会回家嘛 对不对喔 呵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有一天呢 就是她的太太 也是会种田的乡下人嘛 欸这个乡下人 这个女的很有智慧 她就跟她的先生说 啊你这样常常往外跑 有好几天 都不回来 不然你把那个人带回来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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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这个想象不到吧 哦这个 想象不到 对她先生忽然一认 最后是没有带回来 但是呢 她知道她的太太的气度的豁达 各位 我不是鼓励你们干这些事情 我是说很多事情嘛 对不对 社会上已经碰到 也不叫做万一啦 已经叫做一万了啦 已经不叫万一了 很多很多人都碰到 对不对 后来是不是都闹生闹死的啊 欸 她这一招就把她的先生给驯服了 她先生 就是说她不一定 后来都没有脸花脸肠 但是她对她这个老婆 我非常敬重 嘿 乖乖的薪水通通拿回家 偶尔还是会出去喝酒 偶尔还是会出去 不晓得有没有脸花脸肠 就不晓得啦 她太太是跟她这样讲欸 是 很有智慧 我觉得是有度量 不一定有智慧 我们有智慧好像是说 她用了这一招 所以她先生 欸 就不脸花脸肠 我不觉得是这样啦 也许她 真的有度量 她真的是有度量了 她有度量 第一个你看她不用烦恼 是 对不对 是 第二个她先生也不烦恼 是 然后呢她先生不讨厌她 是 对她不用躲躲藏藏 是 对她更敬重 是 各位 碰到逆境了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想一个在逆境中还勉强 还算赢啊 对不对 是 是 不过夫妻相处我想是这样啦 没有谁输谁赢的问题啊 呃 彼此的体谅啊 谅解啊 我想啊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好 刚刚讲的是你讲说有度量哦 那个度量 度量 度量是不是也是一种感觉啊 那心胸开阔那种感觉啊 就都是 其实都源自于这种凡事感恩啊 哦 你看看刚刚我讲这个妇人她是种田的 对不对 对 她这么有智慧 她其实对她先生是很感恩的 我们今天有这个家庭就是因为我们先生撑着嘛 对不对 嗯 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啊 就是外面的人讲说 哎呀你们家什么什么什么很棒 什么什么很棒 她说哦都是我的先生啊 对 都是她教的 你看她聪不聪明 对 即使这个事情明明是她干的啊 她说这是先生 对 对 没有她的话哪里有办法 是 好你看 她先生听得舒不舒服 是 很舒服 但是她先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知道啊 知道啊 嗯 是 对我们感恩 对先生感恩 对这个来往的亲戚朋友 我们也是感恩啊 对不对 对我们的老板我们也是感恩啊 对 在在处处都可以感恩 对天地更要感恩嘛 对 嗯 讲是您今天喔 讲的这几个跌破眼镜的小故事啊 那当然您今天的一番话 那我深深觉得是说 您刚刚讲的一切都假的 我有自己的感受才是真实的 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个宽和的心 实实的感觉到那份感恩 那份宽和 对 我们自己要训练自己啊 你看我今天如果说 我感谢你 嗯 外交礼仪摆得很好 对不对 是 感谢您的招待 但是他内心里其实是敌对的 有没有可能 只有那个敌对是真的啊 其他都是假的 对 但如果你对一个人内心感恩 对不对 你马上感受到的就是对自己就是很舒服嘛 对 只有这个才是真的啦 对 好 当你在愤怒的时候 你那种头脑里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愤怒 那不是文明的人 那些都假的 真正的感受已经愤怒了 对那才是真的 对 所以真正的修炼是在那一份感受上 嗯 在那份感受上 对 那你说那感受无可改 对感受无可改 但是对感受的看法可以改 嗯 欸这个就是禅学的精髓啊 是 禅学为什么要讲观照啊 观照这个情绪 观照那个情绪 欸有情来下种 从七情开始的啊 这个菩萨是绝有情 有情是什么 情绪就是感受啊 不然是什么 感受什么做的 就一股气啊 在哪 在胸膛 我告诉你世上什么都假的 只有这一团气 你对他什么看法 简单的说 就是 你对情绪的态度是什么 对情绪的态度 对 这个话很难 很难 你不要以为听了就懂了 各位你听了要想半天 对 我们对人会有态度 我们对事有态度 我们对物有态度 你对你的情绪的态度是什么 决定你幸不幸福 啊 我告诉你 真相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对 愤怒的态度 对 我无奈的态度 我对哀伤的态度 我不是说你哀伤 你哀伤就是哀伤嘛 大家都懂了嘛 你对哀伤的态度是什么 是什么 你对嫉妒的态度是什么 你对愤怒的态度是什么 才是决定你幸不幸福的关键因素 各位这个话 很深哦 各位不要觉得很浅 很深 希望讲实在可以为我们多讲一下 对 那个态度 也就是 呃 我对一个人 对一个小孩 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个过冬儿 我对这个过冬儿的态度是什么 我就不耐烦是个态度 我抵抗也是个态度 我就坦然接受吧 坦然接受 是不是个态度 对 接纳 哪一个态度会让你更舒服 我告诉你 就是坦然接受 嗯 因为你不接受你也得接受嘛 你不可能敢他出门嘛 是 他是不是永远都在 是 你就接受吧 是 是不是只有这一招 是 是 只有这一招啊 啊 讲实你现在稍微又讲了稍微浅一浅的 但是要做还是很难喔 对对对 你内在已经有一个过冬儿了 嗯 你对他什么态度嘛 接受 只有一招接受 你接受的来 你人生就幸福了 你接受不来 你人生就黑白了 讲实你说 只有一招就是接受 只有一招 残学只有一招 嘿 绝对不会把它划分成一百等份 然后一等份收你多少万 绝对不会 是 而且这一招最难学 一学会就开悟 嘿嘿 很难 嗯 其实讲实你今天的空中讲授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你刚刚透过讲师在讲 对情绪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讲师已经有先破题了 讲的再稍微浅一点 就是一招接受 怎么去接受呢 还是有难度 但是有方法 嗯 怎么样可以来 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体验到 这个 可以整个接纳 所有情绪的发生 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的密信课程的开课的讯息哦 相信你到我们的课程里面来 你很快的就可以找得到 这个新的位置 并且可以体藏到 刚刚讲师讲的 那种只有一招接纳 任何的情绪 让自己宽和下来的一个办法 在我们的12月23到25呢 我们的黄庭书院 有我们的进阶的三日禅哦 那在2017年的1月1号到1月2号 在北京呢 也有我们的初阶的二日禅 还有更多的相关的讯息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利用微信平台 来关注黄庭禅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空中见咯 拜拜